哈囉大家好 我這邊想跟大家介紹一點小技巧 這個技巧稍微有一點點難度 可是我相信如果說你願意現在按照我跟大家介紹這些工具 一步步來安裝然後使用的話 應該都可以做到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效果 那這個效果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在做直播 或者是網路教學的時候可以有一些工具來做一些教學上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我現在demo的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我在霍格華茲學院的圖書館裡面跟大家講課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的螢幕上面有一個關於我的研究室的名字 在這個地方 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基本上有兩個工具 我現在使用的有兩個工具 那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 第一個工具是這個 這個工具叫XSplit XSplit這個工具呢 我們現在是用它來進行就是去背 就是我們一般webcam 大家可以知道一般狀況會是像這樣 就是我現在家裡 然後我的背景也沒有所謂的綠屏或者是藍屏 可以來做很好的去背效果 那我就會需要有一個比較智慧的軟體來可以幫我做去背 那這個軟體它的做法是 它會根據我們的背景跟我的人的反差的程度來去計算 然後把那個背景的影像給去除掉 所以如果你的背景影像越單純 然後你的人物跟背景的對比越強烈 那這個去背效果會越好 那我們也知道OBS Studio它本身有提供綠屏去背的功能 可是那前提就是你要在攝影棚裡面有一個背景是綠的這種條件 才有辦法做得到 那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像這樣子XSplit 這樣子非常友善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可以到網路上去搜尋並且下載 我把它也是一樣打開給大家看 它就是Google搜尋XSplit Vcam這個 它是免費的 所以 然後問你要不要用中文顯示 不用了 你就直接到這個Product 然後Vcam 下載它的Vcam Download 那Download完你安裝完之後 它就會有 你就可以執行它 就會是像這樣的一個小軟體 那所有的這種影像處理的小軟體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它的概念呢 就是它會先去吸收 會去接收Vcam進來的訊號 我先把這個背景先調回好 接收這個原本的訊號 然後呢它經過影像處理之後呢 輸出出來的東西呢 會是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像Vcam一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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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樣子 所以當你在做 比如Google Meet上面視訊的時候 它會讓你選擇Vcam的地方 你就可以選擇XSplit 當作你的Webcam 那它就會把XSplit最後影像處理完的成果 當成你的Webcam要投射出來的影像 那這個工具其實還蠻多功能的 你可以看 比如說它可以 像我一樣可以把它背景模糊化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移除背景的功能 那我們剛做的事情 就是先移除了背景之後呢 我使用了一張霍克華茲學院圖書館的照片 然後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它的模糊的程度 讓你的影像感覺比較 比較逼陣也好 或是比較清楚都沒有關係 那這裡面有很多地方可以進行設定 然後來達到你要的最好的效果 那譬如說 這個地方你可以去選擇你的相機設定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霍克華茲學院的燈光是比較昏暗的 好像會有鬼飄出來的這種感覺 所以你看我可以 我的那個Webcam的亮度 我就把它調的稍微暗了一點 然後對比啊 飽和度這些都可以稍微調整 然後調整讓你覺得跟背景比較一致啊或什麼 不過這是我個人作為設計師的一些小龜毛的地方 然後同樣你也可以去修改你的背景的圖片 我看一下在哪裡設定 應該是在這裡編輯背景的地方 那背景的地方你可以去調整你的圖片的大小位置等等 比如說我可以往左移x軸的左右移動 然後我們歪軸的上下移動 然後我也可以縮放這個圖片的大小 那我也可以調整背景的亮度啊對比啊 好等等的這一些 你完成之後 你就開著 你就把東西開著 然後你就可以到 比如說假如我現在用Google Meet給大家看 我已經連線的 好這是我現在連線的Google Meet上面 然後 我把我自己的影像打開來 然後 那是webcam的關係 然後你就可以到 設定裡面去設定你的webcam 呃 因為我現在設定是OBS Studio 你就可以去設定成你的這個XSplit 這個camera 然後它就會 這個XSplit它會變成你的webcam一樣 它在上面處理完的效果呢 就會變成是你最後在視訊的時候看到的樣子 好 那我現在沒有辦法選 因為我現在做螢幕錄影 那XSplit現在是我這個螢幕錄影的一個來源 我現在如果選了它會失效 不過總之這個地方它就變成是一個 你的XSplit它就變成是你的一個webcam 你就可以選擇它作為你的影像來源 你就可以做到 呃 像我剛剛講 給大家看的就是在 霍格華茲的圖書館裡面 跟大家視訊 好 這是第一個工具跟大家做介紹的 呃 再來有一個 呃 我在做 呃 做視訊會議也好 或是網路教學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 當我開始投放投影片的時候 呃 Google Meet的設定是 你就會 我們會需要分享這個畫面 不管是分享這個所謂整個螢幕 或者是分享單個Windows 單個視窗 呃 呃 不管怎麼樣它最後都只看到 你只會把你投影東西投影給大家看 呃 你的聽眾看不到你的表情 你看不到你自己講話的樣子 那這一件事情 我也想要去把它做 呃 做解決 所以 呃 我這邊 找到了一個做法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有個小視窗 這個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 可以在 呃 投影 Google Meet3播放投影片的時候 讓 對方還是可以看得到我的 講話的表情 那這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我們是 我是透過這個OBS Studio來 來進行的 做法是這樣 那因為我現在錄影的 軟體就是用OBS Studio來錄影 所以我沒有辦法 直接操作給大家看 所以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簡報給大家 那我們來看看 呃 這個簡報上面的做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播放這個簡報的時候 呃 這個視窗 就是 我是始終 大家是始終可以看得到我的 對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這個OBS Studio 雖然我之前介紹過了 可是還是跟大家 呃 再做一下介紹好了 就是你如果 呃 呃 想要用這個軟體的話呢 你也是一樣到Google上面查OBS Studio 它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那一般來說 我們用這個軟體呢 是在做影音的串流 比如說 當我要做YouTube的直播 的時候 呃 這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軟體 它可以讓你在 呃 直播的時候 有一些前置的設定 好 那就是把它下載 安裝 然後安裝完就可以進到 我們等一下要看的這個畫面 好 你安裝完之後進來大概會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我把我自己的視窗放在這裡 你看到我講話的臉 好 然後呢 呃 一開始 它還有兩個概念 一個叫場景 一個叫來源 場景就是說 你整個最後輸出的整個畫面 這就是一個場景 然後你這個場景裡面呢 你可以有各式各樣的 呃 影像來源 包括webcam啊 圖片啊 文字啊 什麼 或者是螢幕等等 好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 你的一個場景裡面呢 去 呃 加入一些影像的來源 那我們要做的其實就是這個 加入webcam 請你在右邊這個地方 點加號 點加號 這裡呢 呃 選擇視訊擷取裝置 就是你到底用哪一個webcam 視訊擷取 你可以看到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要做就是這個 視訊擷取 好 然後你點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給它 命名或怎麼樣 然後 呃 就按確定 按了確定之後 呃 你要到裝置這邊來選擇 那這邊你就可以選擇 比如說webcam或什麼 可是我們現在的目的是要把 我們剛剛已經具備好 在Xsplit裡面 已經具備好的這個影像 拿來用 所以你就點裝置 好 點裝置 然後裡面去選擇 這個XsplitCam 這個 你就去選它 好 然後選完之後呢 確定 你就會看到 你在Xsplit上面的那個影像 出現在這個螢幕上面 當然它是會動的 只是我現在是投影片 所以它沒有動 我會看到它出現在這個上面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再去 呃 調整它的大小啊 什麼 拉到你滿意的 然後你也可以在上面加一些文字 像我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這個畫面 上面其實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文字 這個小小的文字 這邊你也可以自己去加文字 加文字一樣 就是你到架號這邊去新增一個文字 然後看你要加在什麼地方 好 然後去 呃 調整大小 好調整完之後 做完之後 我們要的是 我們把這個 呃 結果呢 像我現在這樣做成 變成一個小小的視窗 你可以隨時放在螢幕上 這樣的好處 就是說到時候 你在 分享 在Google密集上面 分享你的螢幕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 小視窗 拉到那個螢幕裡面去 大家就看得到你講話的樣子 好 那怎麼做 就是到這個場景地方 呃 按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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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這個 視窗化投影 然後後面有誇好場景 就選擇這個 好你選擇完之後 它就出現一個這樣子 小小的就是我現在的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 呃 就是透視窗化投影 就是這個東西 好然後之後呢 你就可以 呃 在 投影片播放之後 當然投影片播放之後 這個東西 你的這個視窗會被蓋住 像這樣會被蓋住 好會被蓋住 好會被蓋住 那可是你可以 呃 把你這個視窗 再重新拉到你的投影片的前面 那假如 因為我現在是用雙螢幕工作 所以比較好去拉這個 假如你沒有 你不是用雙螢幕工作的人 你可能會需要用到AutoTap 這一個功能 然後去切換視窗 AutoTap 然後去切換到 這個 視窗化投影的這個視窗 它就會出現在 被你選起來 因為被你選起來 就出現到最上面 然後之後 你在控制投影片的時候 你就用滑鼠的滾輪 去滾它上一頁或下一頁 我就 呃 就可以 就不會去 呃 把你的這個 呃 現在我們打開這個小視窗 給蓋住 好 那同時又可以播放你的投影片 好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開了一個Google Meet的連結 我們可以demo給大家看這個效果 呃 看一下我的Google Meet 在這邊 這是我向Google Meet 好 然後呢 我就把它做 呃 分享 我可以分享我的Windows 然後分享我 現在 右邊的這個 不是 我不是要分享Windows 我是要 分享 這個 我的整個視窗 那我是 就要分享我右邊的這個螢幕 好 就像我們一般看到 它就開始說 你就分享了嘛 對不對 然後分享了之後 然後 你會想要 看你的投影片 那 你就會去把你的PowerPoint打開 我這邊重新投影給大家看 你就會去把你的投影片打開 譬如說 這個是我課程的投影片 在這裡 然後你就會去播放嗎 沒有錯嗎 好 然後問題是 好 你現在就完全不知道Google Meet上面 你自己的講話的聲音 你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這就是我遇到的狀況 可是我希望 我還是可以看得到自己 或者是我的聽眾可以看得到我 那這時候我就按AutoTap 把我的現在的這一個場景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這個 視窗的上面 好 這樣子我在播放我的投影片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 我現在用滑鼠中鍵來控制我投影片 這樣我就可以同時 播放我的投影片 然後同時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在講話的這個 這個 人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人 有一個在場的感覺 那同時你也可以注意 就是你自己的 你的視窗 有沒有把你投影片的內容給擋住 那我們知道之前用Zoom 或是用其他的這個 視訊會議的收藏 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你的這個 自己的小視窗把你的投影片擋住了 那現在我們這樣的做法 你也可以一邊就看說 有沒有擋到 如果擋到的話就把它移一下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 關於投影片怎麼樣來播放 然後你可以在Google Meet上面 也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目前試過就是 我可以 比較順利的 就是我同時可以 播放簡報 然後同時又把這個 自己的影像投影在上面的一個方法 至少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錄影是 有這個效果的 所以Google Meet上面 上面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 好 以上就是關於這個XSplit跟OBS Studio的一些小應用的介紹 然後希望可以這個 有幫助到大家 然後能夠做出一些期望的效果 那這還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或者是說小技術 介紹給大家的是 我現在使用的是用OBS Studio在做螢幕的錄影 那有時候我們在做視訊的時候 我也可以用OBS Studio來錄製整個視訊的過程 那這時候會有一個困難點 不是困難點 就是會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說OBS Studio 我們要去設定它 設定它的音訊的內容 就是它 你要把你聽到的聲音 就別人在網路上講話聲音給錄下來 所以你要記得去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擷取音訊輸入這件事情 你要把它新增到你的這個場景裡面去 然後你才 你才會錄製的時候 可以錄製到整個在會議進行中 或是別人講話的聲音 在你的影片裡面 這是一個小提醒 也是我最近發生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發現了一些解法 好以上就是這次給大家的分享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做更有趣的視訊的教學 或者是會議的體驗 好謝謝大家